新手朋友在窄路开车的时候 总是判断不好 车身以咱们障碍物的纪念 尤其是在咱们这种窄路开车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种窄路 是不是新手都比较胖 那么我们只要记住 打轮的时间 那么就是第一点 把我们的车身摆好 怎么摆 就是右转弯的时候 我们的车身往左摆 左转弯的时候 我们的车身往右摆 记住这一点 我们再来开咱们这一种 比较大的弯度的这种车 就比较好开 尤其是咱们不像平时 可能别的路 左面没有墙 我们的车头出去一点都没有关系 但是像我们这一种就不行 我们把车子往前开 咱们可以看一下 因为是右转 我们的车身先往左边靠 往左边靠以后往前开 开的时候我们要记住 前方墙面的高度 当我们的车头和咱们前方墙面 重合的时候 我们右侧车头和咱们前方墙面的 距离至少还有三米 但是我们左侧车的脚因为是弧度 我们不好确定 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往前开 开到四十 当我们右侧车头脚和前方墙面 高度四十重合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寻找合适的打轮 实际来 我们就可以沿着咱们前面四十的 这个肚子一直走 这个是我们只看左边车距的距离 对不对 我们不管右侧 咱们可以看啊 右侧的距离也没有多少了 可能一不小心就刮陷到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啊 第一点我们就是先看咱们的这个前面高度 让我们的车身一直扫着四十的高度走 如果超过了 那么我们的方向盘的度数就打大一点 如果没超过 我们就打小一点 然后边走边打来 是不是来 那里是不是超过了 那么我们就往右打一点 对不对 没超过我们就往前走一点 是不是 这样来啊 我们的左侧车头脚刮陷不到 同时啊 我们的右侧车身也刮陷不到 来 往前走 咱们可以看啊 来我们现在下车看一下 稍稍不注意啊 我们的车就刮陷到了 咱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左侧车头脚可以说啊 几乎是这种贴着过来的 咱们右侧车身 我们来看一下 右侧的车距 是不是啊 已经是挨着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要怎么走 这个时候啊 我们只能继续保持这个度数 稍微你不注意哈 我们就刮陷到了 对不对 左侧已经刮陷 所以我们正常哈 就是这样走了 不能再往右边打了 往右边打 可能我们的车身要刮陷到 建议哈 不要打死 来 我们继续上车 其实说白了哈 咱们窄路开车 也就是对咱们车头和车身的一个判断 尤其是大家只要学会了看高度 那么基本上来开这种窄路都不难开 那么为了新手能更快的上手 我再来给大家开一遍 上这条路怎么上 我们现在是左转哈 刚才是右转嘛 来把车子往前开 开的也是也是一样的哈 左转我们的车身就往右边贴 贴在手也可以看高度 是不是 来 安全点标好了哈 我们上 尽量的把车子往右边靠 也靠的好 那么我们转这个弯的手 也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车哥为什么能控制好油门 我用的是S挡 一挡模式这样开哈 这样就不是很伤 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也是扫着墙面的高度走 来 来 前面是不是一直40哈 走了 左侧车都要和 咱们的前方墙面40重合 来我们往左打 对不对 适当的修整方向打 一直看着咱们墙面的高度 然后再往走 是不是 这样开车你会发现哈 特别的简单 如果这个窄路开车技巧 对你有一点点帮助 那么记得帮我点赞 关注以及分享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